小伙隔壁来了个性感面的女邻居 依稀白裙 将小伙迷得找不找本 法科是个三好学生 为了奖励她的优异表现 父母特地带她来到小镇度假 自从看见隔壁搬来的一对妇女后 法科彻底丢失了爱学习的心 整天就趴在窗户上 偷看隔壁的风景 灼热又直愣的眼神 很快就被蜜蜘捕捉到 可即便和心爱的人四目相对 法科还是没有上前搭讪的勇气 令他意外的是 父母一场地给力 隔天就带法科来到新邻居家打招呼 聊天间 大山表示他的船最近坏了很是苦恼 法科父母一听 立马表示法科很会修船 两方一商量 便愉快地决定要法科去修船 法科也没有推托 立马来到了大山的船上 没想到一来 法科就看到了满满的福利 有万用回到岸上的壁池 丝毫没有察觉到法科的注视 静止走向若隐若现的木屋 洗起了澡 法科下意识地想要回避 可老师的眼睛 还是忍不住向木屋上移去 就在法科看得起劲时 大山的声音吓得他一个机灵 只能连忙表示 这周末就能帮他修好 回到家后 想起白天的美景 法科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他爬起来看一下了窗外 却看见壁池正在伤心落泪 法科心疼坏了 第二天满心惦记着壁池的法科魂不守舍 突然一声尖叫响起 法科立马听出了壁池的声音 飞速跑过去却发现 只是车里有一只小蜘蛛 法科立马英雄救美 将蜘蛛狠狠碾死 晚上 法科万万没想到会遇到 等待他多时的壁池 壁池缓缓表示 他望带家钥匙 祈求法科帮助自己 大雨倾盆 可怜的女邻居却没带钥匙 男孩为了帮助他被玻璃割上了腹部 女邻居贴心地帮男孩处理伤口 男孩遭让难耐转身要走 却被女邻居叫住 壁池悠悠地告诉法科 大山今天不回来 法科再也控制不住视线 一口八戒了上去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一夜未睡的法科不舍地回到了家 从这以后 壁池总挑着法科喜欢的衣服四处晃 法科身知这样不好 便做运动转移视线 没想到壁池却不打算放过他 看着法科在船里修补 便闯了进来 送到嘴里的又怎么忍得住 法科就这样和壁池 过上了一段快乐的日子 这天晚上 法科接到了壁池的电话 电话里壁池哭得毫不可怜 法科心急如焚地找了过去 就看见了壁池一脸的伤 原来是大山又喝了酒 只要一喝醉 大山便暴躁一怒 还对壁池产生了非分之想 法科越听越生气 向壁池保证自己一定会保护他 壁池十分信任法科 还给他买了两人专门联系的手机 拿着还没过几天 他又接到了壁池的电话 电话里壁池惊慌急了 法科立马把腿就来到了大山家 应用眼帘的便是死得不能再死的大山 壁池慌乱地解释 大山又对他动手动脚 为了抵抗 他这才失手杀了他 高财生法科立马告诉壁池赶紧报警 他属于正当防卫不会有事 壁池却立声拒绝 因为大山家里很有钱 他的家人绝对会想尽办法将他送进监狱 法科还有什么不明白 壁池就是叫他来处理尸体的 法科有些犹豫 可在壁池的温柔攻势下 彻底丧失了理智 出水芙蓉般的女人 丝毫没有察觉 男孩的眼神死死盯着他 他缓缓走进木屋冲洗身体 透过缝隙那性感的身材 让男孩浑身躁动不安 此时的法科怎么也想不到 有朝一日会帮女人处理尸体 法科穿上大山的衣服 将她的尸体拖到船上 第二天早上 警察就发现了烧毁的船和大山的尸体 与此同时 保险公司支援黑妹也匆匆赶来 原来大山之前买了一份巨额保单 黑妹特地来调查 大山的死因是否有隐情 他告诉警察 对壁池感到十分怀疑 因为他是保单的唯一受益人 有了黑妹的怀疑 警察快速对大山的尸体展开调查 通过事件发现 大山在被烧前就已经死亡 很快 黑妹就在大山家的玻璃上发现了血迹 为了查出真相 警察对周围所有人都抽血调查了 与此同时 法科的妈妈也在她的房间 发现了一条女生内裤 所有线索都指向法科 为了给自己洗脱嫌疑 法科决定去拿回 当初壁池和他联络的手机 上面有他指示 帮壁池处理尸体的证据 可就在法科要拿手机时 壁池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告诉他手机已经被拿走 听着快速驶来的警车声 壁池猛地扯开了衣服 一把将法科从地上 扯到了他的身上 警察听到壁池的求救身后 将法科当场逮捕 法科不停地向警长解释 凶手并不是他 警长知道法科的为人 偷偷放走了他 法科立马闯进壁池的家 果然发现了壁池的不一般 他竟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 就在法科要去揭发壁池时 黑妹走了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 法科将证据交给了他 黑妹相信了法科要带壁池去警局 说着他就将法科拷在了房间 以便他证明清白 随后便带着壁池离开 突然 法科看到 黑妹脚上的纹身 竟和壁池脚上的是一对 这才恍然倒 两人是一伙的 就这样 壁池和黑妹顺利拿到巨额保险金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可怜的法科彻底成为了 杀害大善的凶手